大家好 歡迎收看市訪速遞 8月份寫字樓市場表現突出 錄得多宗綜目成交 當眾包括升展銀行以大約13.5億元 購入中環中心66樓及75樓全層 至於8月份工商鋪市場的數據 現在立即和大家看看 看之前記得訂閱、Like及Share 以及按鈴鐺 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8月份工商鋪市場的數據 8月份工商鋪整體一共錄得218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8% 因為寫字樓板塊錄得多宗大手成交 總成交金牙錄得大約60.79億元 按月上升大約1.2倍 當眾工廈市場方面錄得147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5% 而金牙錄得大約17.08億元 按月上升大約65% 寫字樓錄得26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19% 及多宗過億元的成交 令總金額錄得大約35.02億元 按月大升大約3.4倍 商鋪方面錄得45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12% 成交金額方面 總金額錄得大約8.7億元 按月下跌大約6% 至於租務方面 整體租務成交一共1338宗 按月下跌大約7% 整體租務成交金額大約1.1億元 按月上升大約26% 中原工商鋪商鋪部董事王偉基表示 基於投資者採取觀望態度 商鋪市場8月份成交中數和金額錄得下跌 指望9月份美國聯儲局有機會減升 有望帶動成交中數增加 8月份香港的舖位成交買賣大約45宗 而金額大約有接近9億元 相對於7月份 都明顯跌了 中數跌了10% 而金額也跌至至少接近6% 原因就是因為很多投資者 都是採取觀望態度 很多的業主是求售的 始終高息環境影響之下 都希望盡快脫售 但是始終那些賣家 就比較審慎樂觀 而且看回9月份有機會減息的話 就希望成交量會增加一點 而租務市場在8月份 都明顯下跌了很多 大約280宗左右 相對比7月份都跌了11% 不過租金的金額 反而有3,000多萬 原因就是很多的大品牌 都在8月份都進駐回香港 例如中環、銅鑼灣這些核心區 有些國際品牌都回香港 所以租金的比例相對大一點 就是很多其他的商戶 或者餐飲類別 始終都是政府的數據 都是持續下跌 令到很多都比較困難經營 加上北上消費這個熱潮 都未減退 所以都比較困難一點 那展望9月 如果是美國聯儲局減息的話 希望能夠刺激到投資者 有些入市的意欲 令到希望成交中數會增加多一點 但中環市場都是持續下跌 相信在9月份都會覺得 跟8月份是持平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早前在全球央行年會上表示 是時候調整政策 市場普遍預期 今個月將會啟動減息週期 至於香港的工商鋪市場 之後有甚麼變化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跟進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留言 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